本地任何怪不是以干涉新疆 谎言单上又增加了一条 隆进门事件早已就揭示 美国才是这个世界上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长时间长期以来都在世界范围里面进行无差别的 非法的网络攻击监听和窃密 美国自诩拥有强大的价值观 可是为何现在却对一个年轻人喜欢的 轻松分享娱乐视频的社交媒体如此害怕 为什么强大的美国会如此脆弱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也是希望纳瓦罗和他的同事们 美国的这些官员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跟他们的年轻人来进行对话 不要去做那些遗孝天下的事情 那就是溯源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应该用科学的问题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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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